欢迎收听 星际科幻小说 文明 作者 知此 由古狗飞 米小虾 共同演播 第130集 卡洛斯黄星 幸好你不是在银石里面 并存在自爆的类型 所以虽然数目超过以往 但是男队还是很轻松地击败了他们 最后为了免除后患 费雷特将军下令 用超级大炮彻底毁灭了卡洛斯行星 这些被我们称之为卡洛斯团块的东西 也都被消灭干净 并原性基地 面对沙星军界的顶级精英 老杰克继续追溯着天狼星系的故事 经过这次大战 可以推断出一些结论 首先 被摧毁的卡洛斯行星 肯定不是卡洛斯的母星或基地 最多只是一个新开发的疑问星 卡洛斯文明将它们的细胞团块 布置到这个星球上面 然后 细胞团会自行生长 控制整个星球 等到成熟之后 这些细胞会重新聚集 形成稳石状 然后 以靠强大的核动力脱离恒星 再到达新的星球继续繁殖 其次 卡洛斯行星的细胞团块初期 是不具备宇航能力的 在获得宇航能力之前 面对我们这种外太空的敌人 就需要依靠 其他已经成熟的银石群 来支援的了 可能我们过于强大了 以至于 殲滅了附近鱼域的 所有卡洛斯的银石群 所以 才获得了短暂的安宁 长远来看 找不到卡洛斯的母星 和云铭主体 卡洛斯的进攻 随时可能再度降临 没有去主动寻找吗? 江宇问 找过了 但是 我们人手实在有限 总共都不到五百万人 定居早期 还要做大量的星系开发工作 蓝队的建设和扩充 亦都不能够耽误 反物质的开采 和第三空间的开发 更加是重中之重 杰克 遗亦都要休息 沉获得的生物文明资料 更加需要进一步整理 费留特将军 一直希望我们能够从卡洛斯 细胞本身的研究中 取得对付他们的办法 大约平静了三年时间 到了三元八百年 我们生命活性素研究 取得了成功 伴随着这个成果的 是生命科学的巨大飞跃 我们可以将生命活性素 倒入任何细胞内部 然后刺激它的分裂 只要提供足够的能量和物质 这种分裂 不会降低没有细胞的活力 亦即是说 只要有一个细胞 我们就可以真正地创造出生命 创造生命? 默克大师有点怀疑地问 嗯 停止一下 捷克解释话 其实不是创造生命 创造生命的前提 是我们拥有的 是具有足够分化潜力的细胞 譬如受精卵等等 如果拥有的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细胞 这样 我们只能够培养出类似的细胞 也就是说 肌肉细胞 只能够用来做肌肉 神经细胞 只能够用来做神经 哦? 那有什么意义? 默克大师问 当然有意义了 老杰克 灯大了一只眼 首先 植入生命活性数之后 人体的再生能力 有了飞弱性的提高 嚴重的肢体损伤 和一定程度上的狀气损伤 只要当时还能够维持生命 很快就可以自己复原了 其次 有了这个技术 我们解决了困扰人类女性很久的自然淫神问题 我们可以制造出人造子宫 将胚胎放入培养 等到成熟之后 再拿出来 最后 后期研究 提到了通过刺激生命活性数 加速细胞生长的方法 可以控制人类的生长周期 新人类只需要五年时间 就可以完成身体的生长发育 而碎佬却可以延缓四倍的 四倍? 尼星很吃惊地问 也就是说 人类的平均寿命将近三百岁? 差不多了 虽然现在还未曾有一个三百岁的新人类 但是 这个 是可以根据细胞衰老的情况 推算出来的 杰克点头说 三百岁? 杀姓文明 都不过是九十年历史 麦克代斯感叹地说 即是说 废雷特那个年轻 有成三百岁名? 噢 这个 这样就不行 杰克 摇头说 我说的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新人类 你要知道 我们总共先不到五百万人 而且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想要延续文明是很困难的 所以 离开艳阳性的时候 我们 带走了人类的基因符 等到我们的生物技术成熟之后 我们 利用那个基因符 开始人工制造新人类 之后 这些 从最开始 就被植入生命活性数的人类 才具有那种能力的 已经成熟了的人 没有办法用这个的 通过你还放食诞生的第一批新人类 大概有三千人 我身后的卡托 就是其中的一员 说完 老杰克 轻转头 好慈爱的 看着旁边的卡托说 卡托 乖 和你几位 展示一下你的能力好吗 哦 被叫做卡托的年轻人 先是停止了 四维乱望的好奇目光 举起了自己的左手 右手突然拿出了一把小刀 出力地戒了下去 即刻戒出了一条长长的伤口 但是紧接着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流血的伤口迅速地预合 很快就止了血 不到半分钟时间 连皮肤都恢复了原状 一些痕迹都没有留下 交换着惊奇的目光 在座的几个人 信服地点了点头 果然是超乎尋常的再生能力 高级颠责者 就算你用念能力 来刺激身体恢复 也没有那么快 遗憾的是 我们很快就发现 这些新人类 虽然可以迅速地 完成机体的生长发育 但是智力和心理的成熟 它是没有办法跟得上身体的发育 我们得到的 并不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人才 只是一些单纯幼稚的小孩 五年完成的生长发育 可以达到二十岁的水准 但是心智常 依然是个五岁的小孩 杰克叹了口气 看着卡托又开始自顾自地 把玩着手里面的小刀 甚至企图在会议台上 刻画图案 这个已经是好了不起的了 江宇赞叹地说 三百岁的生命 意味着人类 可以有更充足的时间去学习 做更多的东西 就算按照正常的十六岁出培教系统 它们能够为社会服务的时间 也都延长了很多 加速生长 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 但是 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 人口问题是制约我们的瓶颈 加速国体成熟的意义非常之大 杰克反驳说 当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已经有了 将近四万名卡托这样的新人类了 但是卡洛斯的威胁更在止赤 我们没有余力再照顾更多的小孩 所以 贝雷特将军终止了新人类计划 没多久之后 三元八九年初 卡洛斯银石再度出现 虽然规模一直不大 经过三年的准备 所以我们也都可以游刑有余地对付它们 但是 这种无缘无聊的骚扰 令到大家都很担心 而且 在新的卡洛斯银石群里面 除了自爆型之外 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类型 有一种长卵型的银石 可以瞬间噴发出 类似于艦队主炮的能量流 另外 还有一些小型银石 附着在大银石的表面 经常突然性地 以极快的速度噴射出来 而且非常灵活 往往要出动空天战斗机 才能够跟得上它们的动作 一旦被这些东西击中 就算是拥有力量护盾的中型蓝石 也都会被它打出个洞 最为可惡的是 一旦飞船被这些东西尖上了 就很难清理干净了 战蓝里面 不能够使用威力大的反物质武器 蓝载护系机器人 要全部出动了 才能够控制这些 周围亂生的细胞团 一旦失控 就唯有气蓝了 不断有新的种类出现? 会不会是对手一直在进化? 李星插口问 嗯,我们认为不是 只是我们逐渐接触到更高级的卡洛斯文明 杰克否认说 这个推测后来被证实了 断断续续地打了四年之后 去年年底恐怖的事终于发生了 说到这里 杰克和黄爱莉的眼里面 都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出了什么事? 默克代斯文 一个有沙星一半那么大的恒星出现了 杰克说 恒星? 嗯,应该是不算恒星 是谁星? 总之我们都不知道它实际上是什么 我们称它为卡洛斯黄星 杰克摇头说 卡洛斯黄星? 降雨重复了一句 是的 那个可怕的黄星 亦都是通过那种高能量的办法 跨越空间突然出现的 一个有沙星一半那么大的星球 布满了卡洛斯细胞 突然出现在守护星系 对着我们居住的黑岩星球 撞了过来 用超级大炮啦 就算是太阳那样的恒星 我们都有能力摧毁它 默克代斯文说 如果有那么简单 那就好了 我们本来以为它 它和当时我们摧毁的卡洛斯行星一样 是普通的行星 被卡洛斯细胞占据了 等到超级大炮轰击之后 我们才发现 那个黄星整体都是卡洛斯细胞组成的 它是有生命的 这次在座的几个人都从椅上面跳起来 一个好像半个沙星那么大的生命体 没错 没错 它就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生命体 怎么可能啊 默克代斯说 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卡洛斯文明不是简单的超级文明 它是顶级的生物文明 将星球的本体生物化了 它不断地向外发射银石群 银石群落到新的星球上面 生长繁殖 积聚能量 等到发育到一定阶段 就形成新的更多的银石群 在整个天狼星系 有无数的这种银石群 在收集能源 它们都是为了这个母星 卡洛斯黄星服务的 天狼星系 就是卡洛斯的放牧场 吉他继续说 一旦出现危机 这些银石群 又成为黄星最好的围队 黄星通过它特殊的方式 和天狼星系的各个角落 召集它们来参加战争 就好像这次一样 伴随卡洛斯黄星出现的是 不计其数的银石群 我们的超级大炮部队 只是对黄星打了一轮炮击 就被银石群吞没了 效果怎样? 来与和闻? 超级大炮 能够造成几大的破坏? 大概击穿了四分之一 黄星的外表硬度非常之大 并不信息于老了文明的合金装甲 而且厚度非常可怕 击穿外壳之后 内部的结构就比较松散了 但是黄星很强 只是打穿了个洞 很难把它打散的 实际上 我们的超级大炮 击毁行星 甚至是太阳行星 主要是打破它们本身的稳定性 有法它们自己的崩溃 而不是大炮的能量级别 可以破坏整个星球 卡洛少王星虽然体积不大 但是它不会像行星那样不稳定 它根本就不存在爆炸的可能 反而可以迅速恢复 超级大炮打出来的伤口 只是两天时间就恢复了原状了 无论如何 反物质武器应该有效的 毕竟它怎样说 亦都算是第一空间的物质 如果能够有 和它同样质量的反物质 和它相撞的话 应该就可以通过 有一个吻灭反应 彻底消灭它 李星说 半个沙星这么大的反物质 才不说彩杂 主权就是个问题 默克大师说 我们并没有机会使用反物质来攻击它 杰克继续说 我们的艦队完全被不计其数的银石群 潜死了 而且这次的银石 甚至有了协同作战的意识 能量流银石 自爆银石 穿梭银石 还有普通的撞击银石 他们会很合理地搭配起身来攻击 协调性比九经分量的艦队还要好 黑色艦队勉强依靠反物质到底的威力 折折抵抗 但是卡洛斯王星却是无可抵挡的 最后它直接撞上了黑癌星 撞击 没错 撞击 结黑的声音沉重起身 最简单的攻击方式 肉体的撞击 留在黑癌星上面的五十万人 包括绝大多数的新人类 都死于那场灭顶之灾 本集已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下一集的 欢迎收听星际科幻小说 文明 作者 知此 由古狗飞 米小虾 共同演播 第131集 《战争警暴》 想像着以五十万计的同胞 面对着灭顶而至的 恐怖、无助、绝望的情景 冰原性基地奥会议室里面 一阵沉默 作为沙星文明的保卫者 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当中 黑癌星沦陷之后 我们继续陷入逃亡 但是 做到了卡洛斯指挥的银石军团的重兵围剪 结克重新打破了沉默 又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之后 费雷特将军指挥我们 躲进了第三空间 幸好卡洛斯文明对于第三空间 好像并不熟悉 我们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但是 只要我们一离开第三空间 很快就会遭到围攻 卡洛斯对于天狼星系的任何一点动静 似乎都了如指掌 没有考虑过回来吗 李星文 嗯 费雷特将军曾经想通过深殿感应 和沙星取得联系的 但是 并没有取得成功 你知道 我们离开仙女星系的时候 意念文明就非常落后 原守护者艦队的念能部战士 都留在远征艦队 跟随菲雷特将军身边的 仅有不到一千人 除此之外 艦队中 再都没有高阶的天责者了 对于我们来说 跨越星系 可以尋找未知的念场 是不可能的 只能够 凭着记忆 和熟悉的念场联系 但是 包括在座各位在内 费雷特将军发现 自己认识的所有人 都没办法捕捉到 他估计 在沙星的念能干扰系统 又有了进步 不愧是费雷特 猜得真是准 李星点头 亦怪他 认识的都是重要的人物 如果是普通人 可能反而容易联系些 八四年的一连串刺杀 襲击事件之后 天责者 想要再随意捕捉 沙星领导者的念场 是不可能的事了 哦 不怪之得了 今次回来 发现沙星的二连文明 对我们来说 就好像神话一样 连空间转移术 都这么成熟了 老杰哈感叹地说 又和卡洛斯文明 糾纏了一段时间之后 费雷特将军决定 撤出天狼星系 但是 由于黑岩星淪陷得很匆忙 之后 有长期被压制在第三空间 我们的物资 严重缺乏 跨星系航行之前 做一次物资补充 实在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费雷特将军制定了一个 上空间平衡战略的游击战术 哼 方校长的老招啦 抄桥没点新意 默克代斯反了个白眼 嗯 战术没必要讲究新意的 实用就可以了 罗宇和接口说 在那种情况之下 不失为一个好的战术选择 哼 杰哈苦笑了一声 罗不是军人 不懂什么战略战术 我只是知道 我们还是低估了卡洛斯文明的实力 游击部队一离开第三空间 马上就被银石军团包围了 但是 军团靠近空间入口 也只是在黑洞的方向兵力薄弱 由于费雷特将军 是除游击部队出击的 而第一 第三空间之间 是没有办法直接联系的 所以 在没有最高指挥的情况之下 留守部队的指挥官 谋言发动了 凝构战 反而将整个艦队都带了出去 中计了 是啊 这个 也都证明了卡洛斯文明 是高级的智慧文明 他们虽然没有掌握第三空间 但是 已经明了第三空间的出入关键 等到整个艦队一进入第一空间 第二波尹石群 即刻伴随着超能量爆发出现 即刻伴随着超能量爆发出现 封死了分回第三空间的通道 我们被彻底包围了 麻烦了 看怕 他们也都想好了 封锁第二空间的办法了 来与和 好啊 没错 利用他们跨越空间的放适 以及数量上面的优势 在一瞬间 将战场填满了各种各样的隐石 完全封死了我们加速的空间 不打破抛围圈 根本就没有机会加速到光速 而且 蓝队陷入了被分割的困难境地 的确是很棘手啊 来与和话 将目光转向光雨 似乎希望知道自己心目中的 沙星第一名章会有什么对策 想办法制造一个 作以令到双方都不得不停手的事件 来换过这一口气 江雨沉淫说 战况不利的时候 就想办法先将战斗停下来 斐雷德应该有办法的 他比我狠 结克有点不可思议地 看了看这个 比菲雷德还要年轻的军事执政官 开始理解菲雷德 无条件地信任这个人的道理了 菲雷德将军 引爆了第三空间带出来的 所有反物质储备 几乎将整个运输艦群都炸烂了 这样的爆炸威力是前所未有的 甚至很多我们自己的中型艦艦艇 都顶不住冲击波而被摧毁了 爆炸的结果是双方被迫停止一切战斗 苦苦地捱过这一恐怖的风暴 俄军有备而来 可以将所有的能源都集中到护盾上面去抵挡冲击 而且力量护盾不怕飞浅出来的反物质碎便 而银石军团就没有这些优势了 他们全部都是靠高强度的外壳 和再生能力来防御的 碰到反物质之后 自己就变成了一枚炸弹 总之爆炸过后 我军损失不到银石军团的十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通过跨空间跳跃 接入俄军内部的银石块 一半都是小型的 在这次爆炸中被一素移空 斐雷特将军当机立断 第一时间发动了超光速跳跃 这次战役之后 俄军损失了大部分小型艦籍 和全部的运输艦 以及反物质处备 斐雷特将军明白 要在天狼星系 击败卡洛斯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于是他开始着手 为将来的战争做准备 这个就是我们 返回仙女星系的原因 结下继续话 在斐雷特将军看来 以目前的情细 卡洛斯文明和我们全面遭遇 无可避免 他在天狼星系多坚持一日 就会被沙星多一日时间准备 照着这个目的 黑色蓝队 继续在天狼星系 和卡洛斯进行游击战 而派我们几个回来 带回来生物文明的所有成果 和未来的战争警暴 说完这些 老杰克坐在椅上 硬硬地望着在座的各位 一阵沉默之后 降雨站起身 直客将相关事宜 通知正事执政官周清各下 和巴比伦罗参谋长 集结三大艦队 发布一级战争警暴 李星各下 请安排最好的深殿通讯员 和菲雷特将军的黑色艦队 取得联系 无论以前怎样 都是同气年之的兄弟 再说 黑色艦队的官兵 和那些生命科学家 是无辜的 亦都是我们沙星文明 不可多得的财富 停了一下 选投话 羅宇和将军 一旦取得联系 最先奔赴天狼星系 研究黑色艦队的 很可能是你指揮的抗龙艦队 请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 不明白 李星和羅宇和两个人 站了起身 另外 当无至急 是搞清楚卡洛斯文明 跨越空间的原理 找到这种方式的局限性 超级文明之间的战争 始终是空间能力的比拼 显然 卡洛斯文明已经掌握了 我们的空间能力的特点 而我们对这种奇异的 高能级爆发式的空间跳跃 知道得太少了 叫科技部 握着时间做这件事 刚雨讲完 停了一下 有点迟疑地说 我有一种预感 恐怕我敌人类 又将会面临一场 前所未有的豪劫 不知道 我还能不能够 带着大家 顶过这一箭呢 隔下 麦克代斯 站起身认到 如果你做不到 那沙姓就没人可以做得到的了 所以 请你放手去做吧 我们 永远支持你的 沙姓文明 已经十年时间 没有遭遇战争了 但是 无论是银河战争 还是内战 十年前锻炼出来的战争精英 这时候 正是当打之年 再加上 江雨十年里 苦心地整军备战 巨大的战争机器 牵一发而动 短短一日之内 三大艦队 完成集结 反物质处备 全部到位 巡逻部队 配合联能遥警部 对于所有的沙姓文明罪居地 进行了全方位的监控 可以说 只要有沙姓人在这里的地方 背后 都有几十张眼睛在够盯緊 考虑对民众的反应 今次的军事动员的原因 暂时限制在军方内部 军方以外 除了正式执政官周清等人之外 都没有受到关于此次战争警暴的目的 各大媒体增相猜测 大部分意见 认为在江林帝国方面 发动了袭击 甚至有小布称 盟军老了一星文明 已经被击败 江林帝国的先头部队 已经进入仙女星系 但是 沙姓真正的媒体巨头 公共新闻网络和军媒网 都不约而同地 对此事保持沉默 这个令到沙姓人民更加奇怪 隐约中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官方打算封锁消息到什么时候 事态紧急 而以干预的官方通知 并不是十分详细 权衡在三之后 就情还是决定接见巴比伦罗参谋长 嗯 虽然军方 虽然军方高层 对消息来源比较信任 但是 毕竟消息 还是未得到最后的角形 还没有确实的卡洛斯文明出现 而且 应该说 黑色蓝队进入天狼性系 并且擅自捕捉 卡洛斯细胞团块标本 是挑衅在先 卡洛斯文明对沙姓文明的敌对性 还不能够确定 所以 我们认为 暂时控制消息 会比较好些 万一媒体宣传过度 而卡洛斯本身 并没有什么侵略性 这样 我们就很被动了 加比伦罗 误紧五万的话 十年时光过去 这个老奸巨画的家伙 虽然又老了些 但是 其实好像 圆画得更加多 嗯 那就是说 必须等到开战 才可以释放消息呢 就情 微微地 这就是 这个是他 现在可以凭肌肉做到的 唯一的动作 虽然一直利用各种手段 维护他的身体 但是 长期的瘫痪 使得他 明显衰弱很多 有些干肤消瘦的感觉 远远不是当年那个 风华正茂的耳掌 唯一没变的 是那双 晶光闪耀的眼睛 好像十年前一样 光彩照人 本集已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一下 欢迎收听 星际科幻小说 文明 作者 知此 由古狗飞 米小虾 共同演播 第一百三十二集 切尼拉尔夫 诶 我还没联系到黑色艦队 我和李星部长 已经亲自做过练波陷册了 但是还是没办法找到他们 佛来达将军也都不知所中 我想 如果不是用了练波干扰装置 他们就是已经躲进了第三空间 隋棍轻声地说 虽然是在工作时间的办公场所 但是十年以来 隋棍从来都是和家一样 以一个语字 称呼执政官各下的 你还颇切公私不分的行为 出乎意料地 受到了所有人的欢容 连一直和江宇强调领袖威信思想的 巴比伦罗参谋长 似乎都默许了这个称呼 当然 仅仅限于隋棍一个人 有一次 龙牙卡特罗 仅仅是因为 揽着江宇的肩膀 结果 就被严肃的参谋长各下 处以重罚 罪名是 言行出格 不尊常级 嗯 应该是出于后一种原因的 既然联系不到 急都没用的 派几个高阶的天责者 继续寻找就是了 你们两个 就不要将精力浪费在这些小事上面 江宇抬头 看了眼身边的锤滚 岁月的流逝 虽然暂时 抬起手 降雨 轻轻扫走了 隋棍衣服上面的一条法师 不要那么辛苦了 有些事 教给手下的人做了 李星手下那帮人 都很有实力的 哈哈 你还说我 昨天你几点睡了 三点多钟 还打电话给科技部 问卡洛斯空间跳跃的事 你以为我不知道 哈 我明明见你睡着了 我还特地去客厅打电话 高阶的天责者 睡觉都还有第三只眼睛在看着 你这种程度的家伙 是体会不到的了 哈哈 不怪卡洛斯空间 那么讨厌天责者 好像 他总是喜欢在人家睡着了之后 撩走的 降雨笑着摇着摇头 哈 那个花心大萝卜 真是越来越坏 三十多岁人 都没来正经 你以后 少点和他来往 你趁我睡着了 我偷偷地出去打电话这一招 肯定是和他学的了 不是呀 不是呀 光雨连忙否认 我是突然想起身 要去打电话的 不是有预谋的 你这个专门 玩阴谋诡计的军略家 你说的话 我才不信了 这个 除了军略之外 所以 光雨在其他方面 本来就不善言谈 更加不用提 和人斗嘴了 即刻就没了声出 好在 这阵时 救命的门领 响了起身 隔下 紧急情况 副官的声音 传了进来 进来 进来 江雨 马上恢复了鎮定 这个 又不是刻意的危状 只是紧急情况四个字 将他体内的理性 全部调动起身 这种非常时刻 能够传递到军事执政官 这里的紧急情况 肯定不是一般的紧急 这份报告是昨天的 事情发生在几天之前 因为昨天在此 紧急动员 所以将这份报告答不住了 今天才发现 事态非常严重 副官一边解释 一边走进来 纳尔夫行星 发生了类似卡洛斯隕石的 襲击事件 噢 江雨雙眉一走 但是 很快恢复了原状 粗略地看了一下报告 要来的 还是要来的 看来 比我们预计的 要早 即刻通知 拉尔夫行星所有人员 紧急撤离 明令 麦克代士宗将 率领众神艦队出动 监视拉尔夫行星 并掩护当地居民撤退 拉尔夫行星 之所以成为沙姓文明 在放幕星系外 为数不多的移民星球 是有它深刻的背景的 首先 拉尔夫行星 为于仙女星系的边缘区域 在这里建立检测系统 可以控制近百分之一个仙女星系 虽然对于跨空间的超级文明来说 所谓边缘星系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但是 对于大部分外来物来说 这种监控 还是必要的 其次 拉尔夫行星系 有三个高纯度的念水晶抗脈 这种富饶的抗床 在整个人类以至世界 都是极其罕见的 大大小小 几十个开彩基地 集中在这里 所以建立移民星球 是最经济最实惠的后勤办法 最后 拉尔夫行星 也是附近鱼域 最适合人类生存的行星 就算没有着防护服 人类也都能够轻松地 在拉尔夫大气圈里生存 拉尔夫移民星 从三元85年开始开发 到目前为止 已经建立了 8个有护罩系统的聚集点 常住人口400万 借助深殿通讯的优势 执政官指令 在20分钟之内 转化为拉尔夫行星 聚集点的警报场名 所有人员注意 刚刚接到军事执政官最高指示 由于拉尔夫行星 出现二型生物入侵 命令全体人员撤离 再重复一次 全体人员撤离 什么东西啊? 異形? 这个名字 这么陌生的 这个宇宙 还有我们对付不到的異形的吗? 正在这里吃着早餐 看着电子新闻的巴畜 好奇怪地说 可能和昨天的战争警报有关 这几天我整天都是做噩梦 还有昨天那场蚊石雨啊 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多蚊石啊 那些蚊石就是在一个保护罩上面 我直接感觉到整个星球都有一阵啊 散着头发的卡连特说 放低手里面的餐具 转身走进卧室 不是啦 快点收拾好些东西 迟了就赶不上第一次的撤离了 这个时候啊 都是先坐上太空梭 才安心点的 哼 女人 要不需要那么急啊 巴畜摇摇摇摇摇 继续镇定地喝着自己的早茶 自言自语地说 有什么好汁呢 只要有身份卡 什么都可以再买过啦 又不需要多少钱啊 而且紧急撤退 怎么会给你带那么多东西啊 啊 拿到去都会被太空港留下啦 当然 作为一名四十岁的男性 又和现在的妻子 一起生活了五年时间 巴畜已经学会了 如何避免无谓的争吵 那就是千万不要跟女人说道理啊 五分钟之后 也就是巴畜吃完最后一个面包圈的时候 叉连达从房间里面走出来 出乎意料的是 居然只是带了一个小背包 这些东西应该是可以顺利通过太空港的检查的 头发显然是打理了一下 面上还发了些淡妆 应该是那种直接喷快速成型的方便妆 如果是手工化妆的 绝对不可能这么快的 花树一边暗暗沉沉 一边穿起自己的外套 来到太空港 这里的情况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的 可能是因为 没有任何危急事件实际爆发 所有人都显得重庸不逼 连负责检查的治安部队 也仅仅比平常严肃了些 爪微大一点的行李 也被允许带入太空梳 当然就算是这样 还是有大堆东西被直接留下了 在那里 欸巴薯 你看看那边 那些小孩子多有趣 卡连达突然指着另一个通道说 哦 是陪教院的 他们走的是特别通道 巴薯瞥了一眼 那些小孩子都送回沙星不是更好 这里的教育条件根本就跟沙星没得比的 卡连达挖了巴薯一眼 你说什么呀 拉尔夫星是殖民星 又不是空间站 殖民星是要有自己的完整社会结构的 陪教院不单止是培养小孩的地方 也都是满足普通人母性的地方 他们是向社会公开开放的 少了陪教院 拉尔夫的人类社会 便不完整了 哦 好了 巴薯立刻收声 避免不必要的争论 你好 两位请跟我来 这阵时 一名治安部队的中卫 走了上来 陪教院的太空梭 还有两个空位 请你们和他们一起乘坐 我们的太空梭有点紧张 走到特别通道的门口 中卫拧转头问 有没有问题呀 没有 当然没有啦 卡连达喜出望外 连望点头 多谢你们合作 中卫的声音消失在身后面 巴薯和卡连达走入了那帮小朋友入面 前面一个很美的女陪教员 向他们点了点头 对不起呀 那些小朋友可能有点吵 我们这个组 八九岁的小朋友会比较多 一会儿可能还要麻烦你们 帮忙照顾一下 好啊好啊 我没问题呀 卡连达看着女陪教员的衣服 羡慕到什么 她曾经都申请过做陪教员 但是考了三次都没有通过到 本集已播讲完不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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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